來到LG的攤位 我們看到有LG的G Pr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Gadgetany 今天我們手上這一步 就是來到LG的攤位 看到的新手機 雖然不是在NWC上發佈 但是在展場上 我們是第一次玩到這部機 LG的G Pro 2 同樣沒有了Optimus的品牌 亦同樣有一個Quick Reel Cover 直接開來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 你可以叫Mini App 開開蓋 我們會看到一個新鎖器 鎖器上已經有預設了 LG自己的Nodebook密碼索 只要釣入密碼 就可以直接解除 不需要畫來畫去 也不需要拉來拉去 在同方面走在Android 4.4 可以感覺到現在國家大廠商對於這個系統的推進和升級 都是比較快一點 好像這一部或者稍後可能會看到的另外一部手機 都是正在使用Android 4.4 功能上其實比較著重就是它的處理器 Snap 788 2.26GB的視野心處理器 有3GB RAM 5.9吋的IPS 1080機螢幕 另外1300萬像素的相機我們開來看看 我們會找出來 可以看到即使我開了蓋子 都不會遮到相機的 這個就是QuickCover的好處 可以看到這個相機其實是有一個OIS Plus的模式 就是光學防守燈 可以看到其實效果是不錯的 我慢慢微微地移動 這個模式方面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有一個叫Magic Focus 其實就跟Nokia的方法差不多 同樣是用拍幾張照的方法去做一個Focus 可以隨便拍 因為這裡的景色會比較粗一些 拍完之後就可以在這裡按Refocus 然後就可以看到 由近到遠有不同的Focus 由蒙到青又回到蒙 然後選好之後就要儲存 因為在這一次的動作之後 就不可以再改這個Focus 當然也有一個All-in-Focus 就是全對焦的一個功能 如果是一些在動的object 就會有一些鬼影的效果 簡單的動手玩 其實這部機的拿上手 其實是有一點大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部機已經比我的手掌大了 但是它很好用呢 它樣子又會不會沒有G2那麼怪呢 是好一點點的 但是又未煮過 非常非常好看 雖然功能上面很好 而且它換了背蓋 可以加一個Cover 裡面也都可以換 這件事是我們挺欣賞的 希望你會看到 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詳細做一個Review